哇 好厉害啊 台上年轻人跳起火力街舞 为活动热闹节目 14号上午正好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捐血人日 台中捐血中心也特别选在这天 举办大理捐血式的启用典礼 里头除了提供舒适的捐血环境外 未来囤区民众想要捐血也将更加便利 感觉很好 这里很舒服 很宽敞 之前都是在捐血车上面捐 所以那个空间比较小 那这边的话空间都还蛮好的 那最主要就是我们设备要把它更新 让它这个环境更舒适 那总比捐血车那个环境要 这边有冷气啊 有休息空间这样 那最主要我们那个中心大雪站也测掉 那这边说不定可以另外开发 那更多的血缘 那希望说这个点的开发能够提供给更多捐血人的服务 超过1500人捐出的血液才能活到现在 因此他还特别上台 感谢所有热心的捐血人 我是重型的地中海型冰雪 每两周都要输血一次 因为以前我们医疗不好的时候都是 有时候没有血都是爸爸直接输给我们的 就是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有爱心的捐赠者 然后让我们这些需要输血的病患 我们都有充足的血液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 受到少此话影响 年轻人捐血数量大幅减少 因此中心特别推出青年专案 针对17到20岁的青年学制 捐血5次就能获得悠游卡 捐血10次更能获得水晨碟 希望能借此鼓励更多年轻朋友 一起加入捐血行列 记者陈柏翰台中采访报道